花莲县目前共有21个部落文件站 每一个文件站都需要志工投入协助 才能够充分服务长者 为此花莲县政府办理文件站志工培训课程 希望鼓励民众以志愿服务的方式 参与部落公共事务 提升文件站的志工照护能力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表示 借由这样的志工训练 希望能够让志工拿到培训的证照 也可以让他们以后有一些部落的营造经验 或者一些部落相关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部落和志工 还有所有的居民一起结合 把部落营造得更好 我们为什么说这样 因为现在年轻化 他们也学习 他们也是很厉害 但是我们可能多了一点历练 多了一点感情 对不对 所以招护长者的时候 那个用心是要从你的经历里面 你的经验里面 你的这个学习的里面 请不拿出来 因为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口腔保健 还有用药安全 我相信在各位的帐里面 卫生所都有来看 但是主要是你们要知道 这两大象是在我们长者 十个里面 五十个里面 就中奖的就是十个 剩下的是什么 玛丽推的 有人照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口腔保健跟用药安全 文件站志工培训课程 共安排三个梯次 基础训练八个小时 特殊课程 则是七个小时 主要培训目标 是在强化 部落社会安全网的功能 以及文化服务的角色 21个部落文件站 约300多人参与了这一次 志工培训课程 希望透过3T次的培训 让八成以上志工 成为志工经营干部 协助培育在地志工 以更专业的照顾能力 提升部落自主文化 照顾能力与技能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谋报道